5月,据日刊体育独家报道,7月1日,安仔贤的生日派对存在误会。 聚会善上个月21日通过SNS表示,安仔贤生日那天想吃萝卜牛肉汤,我从凌晨就开始准备煮了,但他只吃了一两勺后就去外面和别人一起过生日了。 但实际上,与聚会善的主张不同,据两人亲近的人透露,安仔贤在7月1日,吃了聚会善煮的萝卜牛肉汤后,前往了剧本研读地点,之后去参与电视剧剧本的研读。 结束后,他和演员们,剧组成员去吃饭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